我叫你洪可欣 洪可欣 我的名字是洪可欣 其实我不觉得我自己很自信 但是就拍照的时候会自信 就是作为一个模特的时候会自信 因为可能是我的长相比较适合于拍照 所以这方面当我在做我擅长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稍微自信一些 其实未来有很多可能性吧 但是我的目标其实是想逐渐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并且这个自己可以去拒绝一些我不想到的东西 我觉得在中国长大让我成为了一个矛盾的人 并且不断试图抵抗自己自身 并自信之中的在寻找部分 如果我一定要说一个对着pressure的话 我觉得是去超市的时候会把手伸进入里面 因为那样会舒服 但是我也不知道剧情是为什么 我用最长时间的物品 我觉得是我的社交媒体 因为它其实陪伴我很长时间 并且如果它可以算是一个物品的话 它记录了我们生活的点点点点 我觉得我是一个矛盾敏感 而且又有点有值的人 自豪的话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不同 挺自豪的 这种不同其实体验在 比如说我有多么的另类是体验在一些方面 我觉得比别人更有具有敏感性 或者是看事物的方式不同 但是不代表会在其他事物上 有什么多么的独特或者命运 这个专辑的一次也很好 就是阿波的HV Automation 然后这一招是在对面套白的 然后是张手王 在08年的时候推的一张专辑 发展部份 再次 Juliá 拍片 eben 迁至今 未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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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